刑滿出獄的中國維權人士郭飛雄 因為廣州的私人住宅被當地警察 鎖使房客霸占 讓他有家不能回 目前他準備上北京投靠朋友 還沒有上車就遭到國保的傳喚 郭飛雄的妻子呼籲外界能夠關注 大陸知名維權人士郭飛雄8月7號出獄後 因為自家房屋被霸占 無處安身 27號 他準備前往北京投靠朋友 但在車站被廣州警方截灰傳喚 據中國民生觀察網消息 郭飛雄出獄後 一直無法回到廣州自由產權的家中生活 當地警方為了所謂維穩需要 指使租客採取文革勢手段霸佔房屋 不讓郭飛雄回家 現年53歲的郭飛雄沒有地方住 只好投靠北京的朋友 正當他準備從廣州車站搭乘高鐵前往北京時 被當地國保攔下 郭飛雄被帶到餘住派出所 直到晚上7點多才被放出來 失聯將近7個小時 郭飛雄多年來致力於中國的自由民主 參與多起維權活動 前後被判刑共11年 不讓人住自己的家 鼓動人強佔他的房子不替給他 那麼他基本上沒有辦法投靠朋友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人家把他抓回來了 我希望外界能夠關注郭飛雄現在的情況 11年冤獄 11年腦肚是不應該做的 在地獄裡面受到那麼多的酷刑 現在剛剛出來又走這樣的逼迫 郭飛雄曾參與89學運 2001年投入維權運動 2006年被中共強加非法經營罪 判有期徒刑5年 2011年9月出獄後 他仍繼續從事維權工作 2013年8月 當局指控他組織南方週末新年特刊等 數起抗議事件 以所謂的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及尋釁滋事罪判處6年徒刑 今年8月7號 郭飛雄服刑欺瞞 從廣東應得監獄出獄 中共當局為了所謂維穩 監控逼迫維權人士的手段 無所不用其極 今年8月出獄後 郭飛雄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中共在1998年簽署了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但已經過去21年了 到現在中共全國人大還沒有批准這項公約 他認為中國應該進行有秩序的政治改革 首先要做的就是推動當局批准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張青表示 郭飛雄現在的目標 就是反對小說1984所描述的極權主義 反對當局對自由、民主人士秘密監視、拘留和 和嚴管 他會繼續捍衛人權